大家好 我是中大校友會聯會第三副會長 日夫書院首席代表容超輝 我是九一屆日夫計算機科學畢業的校友 歡迎大家參加由中大校友會聯會舉辦的 疫情下如何利用調解五部曲 處理親子衝突問題的網上講座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 香港家庭調解協會總幹事梁淑儒校友 讓大家分享親子調解 為親子建立一個積極正面的關係 事不宜遲 那我現在將時間交給Fish 有請 好,謝謝Eric師兄 首先都很感謝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邀請我來到這裡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這次的講題 其實我自己因為日常 我自己都經常會做一些調解工作 所以都很感謝聯會這邊 都說不如疫情的期間 其實都很想了解調解 究竟怎樣可以幫到一些親子 我知道我們很多先師姐 甚至學弟學妹 其實都在疫情期間 照顧小朋友的時候 都有一些矛盾位 有些衝突位 希望透過一些技巧 親子調解 希望可以用到在生活上 我也會強調 其實我這次的調解技巧 其實是簡易的 調解五部曲 不是坊間 我們通常讀了四十個小時 那些正規的課程 所以今天都很開心 和大家一起分享 因為自己的經驗 去做這些親子的講座 這些我不說了 因為平時我都會做一些發佈會 關於調解相關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查我的名字 也有寫專欄 好 事不宜遲 其實今天我們都有五大課題 會和大家一起去談 亦都有些互動的時間 我們也希望可以看到 網上應該都看到的 看到大家如果可以有些回應 更加好 我們會有幾個課題 第一我們都會了解在疫情下 尤其是我自己接觸一些個案 究竟在裡面有什麼親子的衝突 或者他們的心理上 學習上的適應問題 另外也都在疫情期間 他們有什麼情緒的挑戰 我們也綜合了我自己的經驗 也收了大家 很好 因為 webinar 預先 都收了大家 我們這些師兄師姐 學弟學妹 你們一些的問題 也都讓我知道 你們想了解這個主題 哪些部分會更多 我都濃縮了一些精華 放在裡面 也都很歡迎大家 如果你隨時有些問題 你可以在我們的檢查 box 打回你的問題 我們留在 Q&A 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答 我猜第三個也是 有時候我們在做調解的過程裡面 有時候 涉及到一些學習上面的問題 家長都跟我們說 怎樣去定一些時間秒 究竟怎樣去做呢 有一部分我們都會 有一部分的時間 都會說回來 另外 我們都會用回 我想重點 放在簡易條解五部曲 去做 另外最後 有些什麼身心健康的策略 會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 好 第一個 其實在我們做調解 好像今天我都接了幾個個案 又是打電話來 又會投訴 因為 很激烈 好像我用他的術語說 每天在家裡看著他們 他們就用Zoom 你在這裡的時候 他就好像在上課 你一不在這裡 他就馬上彈出去 然後在那裡玩手機 玩網絡遊戲 就是在線遊戲 搞到大家有個親子的關係 都非常緊張 再加上 以前也有個緩衝區 在學校 至少老師教一教 現在很慘 媽媽又好像變了 又好像一個老師 有時候又要教她 又不會教 另外 她又出不了去 現在開始 疫情放寬了 都好些 但是大家都經歷過 由一月到現在 剛剛好 三四月的時間 其實都很 心理壓力 或者等等 都非常大的 以往 可能外出也有個緩衝區 有些是工作區 有一些是回到家 照顧小朋友 都有些 他可以參加一些放外活動 可以在過程裡面 我們說 起碼先放了一些電 但是現在 在家裡 堵住在這裡 完全都不知道可以怎麼做 所以我們說 現在也是 盡量在家裡 我接到很多 無論是親子的關係 就算夫婦 都很多因為這樣 而離婚 多了離婚的個案 在家裡的時候 同一屋簽下 難免有很多壓力 以及緊張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們更加會 有時候很有趣 一問家長 想起疫情 究竟有什麼情緒 會出現到呢? 我不知道大家見不見 你可以在檢查簽下打一下 讓我看看 一見到疫情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什麼情緒出現呢? 會有擔心? 會有平常心? 會焦慮? 會無阻? 是的 大家也可以打個號碼出來 你看回 你覺得自己是哪個情緒會更多呢? 是的 我們說 你可以慢慢打一打 讓我又知道 我又繼續去說 因為在我們接觸調解個案裡面 關於疫情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情緒爆炸出現 不只是兒女 而是爸爸媽媽 都令到自己很無助 尤其是那時候 大家都經歷過 就算我自己都是我姐姐 當她確診的時候 都很辛苦 是不是? 你好像不知道她可以怎麼做 是不是? 好像很無助的那種感覺 所以都會問一下 問一下大家 有些一、三、四 說是打媽媽 是不是? 但二又很厲害 有些真的說 平常心而已 都是這樣而已 是不是? 那這些真的很厲害 我們經常都問 我昨天也有問到 有些家長就跟我說 是呀 平常心的 如果平常心的話 可不可以打一下 為什麼你會平常心呢? 真的好 很厲害 那昨天有個家長就跟我說 是的 都沒有辦法 原本最初 可能都會害怕的 或者很擔心 但是去到後 就是沒有辦法 那些子女都看著自己了 那你也是要頂眼上 那你沒有辦法 後來你要給子女一個安心 那更加要平常心去面對 不要給子女更大的壓力 或者擔憂 那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一些的部分 那另外 有哪些期間 有沒有聽過你子女 或者青少年人會說的一些說話 又是一、二、三、四、二、一 就說 哎 早上上課不見人 學習都是靠Zoom 很煩啊 很悶啊 好 第二個 我想回學見到一些同學仔 那到第三 全家人不留在家裡 覺得好逼啊 好煩啊 是啊 那第三 第四 好悶啊 是啊 你最常見 可能聽到 那些子女是哪些說話呢 又問問大家 因為這些 正正是我平時做調解的過程 整天都聽到 那些小朋友 我們說有些會議 就是在街上 有一個單獨的 大家一起聊的時間 那他就會告訴我 哎呀 真的好悶啊 我看看大家 看看大家是什麼 二、四 是吧 四 很多的 好悶啊 那些小朋友經常都說 好悶啊 後面呢 我準備了一些片 給大家看看 咦 究竟我們可以摘斯講義 其實都可以把家裡變得更有趣 令到大家可以 大家的關係 多一些親子的時間 令到沒有那麼緊張 好嗎 好 然後到第三條 你覺得 譬如說自己 哪些是家長最常見的憂慮呢 哎 網課 混合環 現在有時候面獸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打針又不知道怎樣 好像生活大作戰 一個一個難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又擔心子女的學習進度 不知道怎麼辦呢 是的 究竟他們怎樣呢 第三 又擔心子女 看太多的一些電腦 好 第四 多了些時間去管子女 覺得沒得休息 很累 這個就是 爸爸媽媽 你覺得哪些地方 你特別 你覺得多 有這些情況發生呢 是的 你可以打一打給我看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是哪一個 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說 我先看看 大家那個 都是打媽來很多 1、2、4 3 是吧 最多我們說 我們自己接的個案裡面 都多是擔心它用得太多一些電腦 其實很慘 因為始終好像前兩天都是 其實我都收到家長 經常都會打來 去投訴 就說 喂 很慘 他們經常拿著一部iPad 不肯走 不肯動 踢都不動 又不做事 又不幫忙 很慘 是的 這個就是我自己 經常都會看到 在自己調解的一些經驗裡面 他們經常都會有這些疑問 或者針對著 尤其是電子手機 這些情況 更加多我們會去處理 好 這些 例如 那些人上課 千奇八怪 可能之前穿著水衣 有些人就 你叫他去東 他去西 或者甚至是戴口罩的問題 例如在街上按升降機 不斷跳跳跳 周圍嗨 還是說 之前我們接受過 做一些個案都是 因為 小孩一出去就很開心 周圍摸 周圍碰 但是作為父母 其實很擔心 第一 不知道碰了什麼 菌回來 就變成了驚弓之了 一碰一些東西 他就馬上很緊張 爸爸媽媽 就會高八度的聲音 喂 你好了 不要碰 為什麼碰 叫了你不要碰 甚至乎馬上打個手掌 對不對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看到這些情況 或者一來 太生氣 扯爛他那個口罩 你今次有沒有戴 不要戴 大家的衝突位一觸即發 究竟可以怎樣呢 另外一方面 小朋友 另外一個 我們說做條件的時候 爭拗點都是 小朋友 他很想和其他朋友一起玩 他覺得經常在家裡困住了 他不明白為什麼困住了 覺得很悶 不知道怎麼辦 那就算了 那一出去 要是一些我做的個案就是 他怕了出去外面 他覺得外面有菌 那就不夠膽出去 變了有一些位 直接是 他不再出街 叫他之後想出去 說探一下親戚朋友 不出了 很多菌 在外面 這些都是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 我們比較多接觸 如果在疫情下面的 親子調解的 一些個案裡面 他們大家爭拗的位置在哪裏 這個很有趣 我上網看見 挺有趣的 就說 家裡的爸爸媽媽和子女 究竟他們的日常生活是怎樣呢 孩子要起來 我會被人罵 被人罵 被人罵 吃早餐 摸上學站 這個時間表 媽媽每天都是消毒家 煮飯 罵家 要不罵爸爸 要不罵兒子 要不罵兒子 子女 做家務 爸爸通常玩手機 吃早餐 被人罵 躲進廁所等等 這些都是 老實說 我們做的條一個案裡面 親子裡面的個案裡面 都有這些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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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出現的 尤其是家務辦公室那段時間 所以這些情況 當然我們說在裡面 除了心理壓力 學習 或者因為疫情而引起一些心理的問題 更加令我們急急可危 接下來我播個短片給大家一起看 評刊都停了一個月 小朋友就留在家裡無所事事 而相信很多爸爸媽媽跟我一樣 也開始了Home Office 開始了這場困獸答案 大家以為Home Office很輕鬆很爽 但其實不知道多麼精神緊張 一方面要留意著電話 看看有沒有訊息找自己 另一方面你又要留意著你的小朋友 真的少點心力都領不住 有些時候你要開視像會議 大家很嚴肅地討論公事的時候 小朋友總會很好奇地走過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很尷尬 雖然大家陸陸陸陸開始正常上班 但小朋友還要多停一個月學 你也不是說不投行 所以他們天天在家裡不是玩就是睡 整個廢青 有時候又真的很想他們可以快點上學 不用天天無所事事 但是疫情這麼嚴重 小朋友最好還是留在家裡 所以Home Office等於一個人打兩份工作 基本上他們不睡冷覺 你都不用只意專心工作 好了 忙完一天到Office hours完了 真的整個人都散了 但是一看到他們兩個人還在睡覺的樣子 又真的好像覺得沒那麼累 想心一塵這段日子 可能真的因為少了一些OT 少了一些應酬 少了一些上班放工的交通時間 自己好像真的多了時間陪他們 但是說到尾 都是希望疫情可以盡快得到控制 好 這個也是我們的心聲 希望疫情可以盡快去處理 剛才也說得很好的 影片裡你看到 因為這也是我們日常常會處理 個案裡面其中一些點滴 譬如說 其中一些咬嚼位就是 他們在做事 外面在叫 要不就是進來會阻礙大家 更加有一個衝突位在這裡出現 但是當然 我們說 如果處理得好 好像剛才那樣 懂得好像那個爸爸那樣想 疫情期間 其實只有一個很好的親子的時間 這個是重要的精神來的 在我們做調解 因為我們一定要對對方有個心 有個希望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容易 有時候很生氣 看到他那些事情 就是翻箱倒楼 或者不對板的時候 但是如果我們處理得不好的時候 其實都會令到大家親子的關係 都會增加了很多衝突 嚴重的話 甚至會有自殘 或者傷害自己 傷害別人的一些情況 好像今天 我看到新聞 有時候都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這個呢 你看到網上 這個就是我們去年做的研究 就是在疫情下面 親子 這個是我 做一個親子的關係調查 其實都會看到有很多父母 都說了經常都會和子女有個親子的衝突 而子女都是跟他這樣說的 差不多一個百分比的 你看到三十多 我們問回同一對親子 所以這些位置 我們說如果我們處理得好的話 當然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親子的時間 但是如果我們處理得不好 分分鐘我們說 有機會我們會爆發了 甚至有些精神健康的問題 不是說只是他 自己都會 因為這些情況其實都會增加了大家的情緒 那個僵點 就是大家的爆發 那個僵毒 所以我們說很多時候我們都要檢視一下 我們爸爸媽媽 會不會有時候很心急很心急 很想去糾正他一些東西 無論他是口罩的情況 或者他的衛生 或者他們學習的情況 但是我們說很有趣的 因為有時候這些說的 跟對方說的一些意見 都是一個藝術來的 那究竟什麼的態度 什麼的聲音 就是言語表達 都是一個很關鍵的致性的因素 那如果你很心急 要去糾正對方的一些想法 有時候可能說出來是用一種命令式的字句 喂!你好像你和我收聽 你反正和我做功課 你叫了很多次你做不做功課 這些位置我們經常都聽到的 而這些說話 當說得太多 或者有時候他誤解了的時候 他覺得忽略了他自己的感受 再加上大家都明白 我們的子女可能有時候是青春期 當你有一些說話的字句 比較負面一點的時候 可能他想到另外一件事 那你又很想他馬上做 但是他想很累 想遲些才來做 那大家那個期望有一個落差的時候 他心裏面就覺得 好像很多東西都是被否定 或者不是一個正面的家庭關係 那這些位置都會令到大家有一觸直發一些情緒的反應 那我們要好好去對應 希望可以盡快去處理到一個好的親子關係的時候 那希望可以令到自己和其他人都可以有一個好的關係 然後他想要去做一些情緒的情緒的情緒 然後他想要去做一些情緒的情緒的情緒 可以改善讓爸爸媽媽回來他才做功課 那所以呢 所以有一次我看到我姐姐 慢慢地罵她 我就問問我侄女 她說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你要7點才做功課呢? 她就笑笑口 嘻嘻嘻嘻 我說什麼事? 媽媽罵她 她不怕 還在嘻嘻嘻 我看到就生氣了 怎知道她又說了一句 她說你回來了 你說可以陪我 我說很想你陪我的 因為我姐姐就算在疫情期間她也要出去做 她不能抗亡 所以很有趣 在這些位置 所以之前說她確診的時候 她反而小孩就很開心 終於有爸爸媽媽可以多點時間陪自己 有時候我們不只是看表面她的表徵 我們做調解也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希望尤其是在親戚關係裏面 你知道情這方面剪不斷理頑亂 如果我們只看到她的行為表情 就是她在發瘋 發脾氣 不聽話 我們永遠看的東西 如果是這樣的角度的時候 我們對我們處理她的關係是沒有得益的 你只會看到她不好的一面 她也看到你不好的一面 因為你經常看到她不好用 不好 是不是 其實你是要愛她的 所以為什麼有些時候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空間 可以了解大家更多 尤其是在疫情 沒關係的 有疫情期間雖然我們說有個情況會發生 但是我們說都是希望在過程裏面 大家有大家的感受 在裏面我們要留意一下對方 最重要是在疫情期間大家互相關心對方 但是關心在幾個角度下 第一 在感受方面 她會不會很擔心 很焦慮 很驚恐 坦的不安 緊張 無助 生氣 很敏鎮 這就是在一些感受上 我們要留意一下家人有沒有 或者自己有沒有 但是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如果單一一個反應 就不要緊的 我們說 但是什麼時間我們要小心一點 如果以下這幾個反應 譬如說這些感受 身體的反應 這些想法 起碼可能持續半年 一年以上有這些情況 譬如說很難睡覺 經常都會很失眠 身體的心跳會加速 手心出汗 沒有胃口 沒有得集中的時候 這些就要小心一點 我們說有機會可能要看一看 醫生或者轉介相關的專業人士 去看看情況 再加上想法 經常都會很擔憂 那些物資都沒有了 可能是廁紙 可能是口罩 可能是米 是不是 真的很擔心 買不到 怎麼辦 很驚恐 又或者家人有一些牽牽牽牽 可能立即起降 你是不是中了 你快點走 或者是否感染了 又很擔心這些子女 可能自己上班 那些子女在家裡 不知道怎樣做什麼 會不會 又不知道做什麼 又流離浪蕩 又不工作 又不讀書 然後就會想得很長遠 我看到我們做調教 有時經常都會 我真的很擔心她 現在又不讀書 又不工作 然後呢 只是在那裡磨整個房子 在那裡笑 在那裡叫 然後回到家裡的時候 考試的時候 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都不知道她怎麼考考試了 然後將來怎麼考一家好的大學 又小學 然後突然中學還沒到 就跳到大學了 那這個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很快已經下去了 很擔心 擔心到有些位子 其實是過分了的 那或者那些安排上面很擔憂 因為沒有時間 沒有心情 或者沒有空間 去有人幫忙去處理這些子女的情況 那剛才都說 如果長期有這個憂慮的時候 然後呢 當然了 你就要小心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短期 都理解的 都明白的 好 那我先看一下 好的 謝謝你 好 我們玩這個親子關係圖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挺有趣的 那我們說 就是 你看到A、B、C、D、E A那個呢 你看到有少少距離 B那個呢 就中間一點 C呢 就很緊密一點 嘴對嘴的 那D呢 就黏住的 是的 有些位子可能再過一點點 那E呢 簡直是融為一體的 那你要檢視一下 當然我不介意 你可以打去聊天室 你覺得你自己呢 你的親子關係 屬於A、B、C、D、E 哪一個 是的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呢 就是關於一些自我量表來的 不過呢 我們用一個圖出來 去顯示 都挺有趣的 那麼 究竟你是屬於A比較 遠一點呢 你覺得你自己親子之間的關係 因為有時候很有趣的 我們為什麼不用文字呢 有時候我們都會問一些子女的嘛 因為呢 圖就有趣一點 還有小朋友 小朋友 或者青年人都好 他都喜歡圖的 他不是說很喜歡文字的 所以呢 這個也是一個檢視的方式 你可以檢視一下 在疫情期間 究竟你們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呢 是糖痴痘 痴痘 痴痘 痴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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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痴痴 痴痴 如果你去到痴痴痴 那位 麻煩了 你真的可能要找人幫忙 看一下 怎麼可以令到大家有適當的空間 其實當然啦 最好呢 我們說呢 都是B和C的狀況 即不是說太過疏離 A是太過疏離 但是呢 B起碼有適當的距離 C有時候都會有親密的時間 等等 所以呢 這個都等大家有一個 有些是B D C 多謝大家 好好的 踴躍去講 你自己檢視 不要對錯的 我們經常都講 只不過呢 因為呢 你在知己知彼的過程裡面 你要知道 是的 那究竟你自己的關係是怎樣 那不單是你 你可以將這個圖 或者你自己可以問回你的子女 我們之前呢 前七年左右 七八年左右 我們呢 也做過另外一個親子的研究 是問一件事 即究竟你們的關係是怎樣 這個數據出來很有趣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當時呢 我告訴大家 有八成 八成的家長呢 告訴我呢 他跟子女的關係呢 是不是那麼好的 覺得很一般的 然後呢 但是呢 到子女同一班來的 問的時候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啊 他就說呢 跟爸爸媽媽的關係都很好啊 是的 很有趣的啊 你又要想一下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情況這麼有趣呢 後來我們呢 就在想為什麼這麼有趣 後來我們就了解一下 原來呢 那些子女就跟我們說 他說 哎呀 爸爸媽媽 很奇怪的啊 經常都會發生 整天都是這樣的啦 像我們用那句 術語是說什麼 床頭打架床美和那樣的 就是說呢 其實呢 都沒有所謂的 其實呢 你今天喊完膠 其實呢 過後我也覺得沒什麼 因為爸爸媽媽就是這樣,就是煩的,就是整天吹著的,沒有隔夜仇的。 但是相反,很多東西原來我們爸爸媽媽就記住了, 覺得今天跟兒女吵了一場大吵,很不開心,覺得關係很差等等。 這個都會影響到原來這個心態,會影響到我們之後怎樣去做調解的。 因為當你很緊張那件事,或者你覺得那件事很悲慘,很差的時候, 其實有機會有時候你去做調解的時候,你沒有那種正能量可以修補大家的關係那種能量。 有時候我們也是的,你見過我也是,我很喜歡發放一些, 希望給到親子明白,或者了解到,感受到,我是很想去幫大家去處理這個問題。 第一,第二,是修補的關係。第三,其實我們也很相信他有能力去處理到他們的問題, 也都可以解決到他們的親子之間的矛盾。 那這種的鼓勵、力量其實也都可以幫到親子, 他慢慢可以有一個感覺,在裡面慢慢可以, 當然又跟著一個調解技巧,慢慢去感受大家可以溝通到。 有時候很有趣的,好像我們那些案例裡面做調解也是, 其實父母就很疼愛他,說辛辛苦苦煮了些飯給他吃, 但可能因為一句兩句大家的衝突位,或者說錯話, 然後呢,或者你知道,切斷他的網絡大過天的, 到最後你不聽,爸爸媽媽都是出絕招的, 就是剪掉你的網絡,一剪掉那個網絡, 大家就開始發瘋了,尤其是這些小朋友, 所以這些位置我們說,哪些是對方的底線, 哪些是對方要死手的位,或者他不喜歡的位, 哪些是可以溝通的,這其實也是在調解裡面, 我們在後面的調解簡易五部曲,也都會涉及到的。 所以我們說,其中一個我們有時候, 在我們做調解過程裡面,因為很多都是學習上面的情況, 我經常都聽到有些家長跟我說, 我不知道怎樣跟他定時鑑表是不知道的, 因為可能一天裡面,他只是24小時,你問他, 最好呢,我之前上兩個星期都是做調解的時候, 那個十三歲的男生, 爸爸媽媽就問他,你想怎樣? 一天玩遊戲,玩到黑, 然後到下去做調解的部分, 然後就問他,你究竟想一天打多少小時? 他真的厲害,他夠膽死真的寫24小時, 我說24小時! 然後立刻爸爸媽媽想爆了, 我們現在停止他,說不用生氣, 不重要的,大家一起聊一聊, 因為他都是玩,大家一起玩的, 我就問他,其實你一天都要睡覺, 24小時不用睡什麼? 他說,是啊,要睡的, 其實他是試探一下爸爸媽媽的底線, 會不會那麼容易生氣? 是不是真的想跟我一起聊天? 或者談判? 或者談判? 所以我們都會協助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在疫情期間, 因為真的很多, 我們看到的家長也好, 或者寫女, 他們都因為一些時間分配的問題, 而去做, 所以我也建議, 但是我發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大家的時間表, 尤其是你經常說那些小朋友不去做, 但第一,我們都要檢測, 我們的時間表, 夠不夠美, 好可愛的, 其實我們這些小朋友, 喜歡美的東西, 什麼叫美的東西, 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你讓他有個圖片, 有些位置讓他剪剪貼貼, 比如說我要回學校, 就是你有些視覺的圖表, 讓他去剪剪貼貼, 那他會提升, 他的動機會多很多, 我都希望大家都是, 其實你可以用一下, 讓他畫出來也可以, 讓他去想起, 究竟一天裡面, 他有什麼要做呢? 除了上學, 去洗手間, 吃零食, 是吧? 洗手, 如果你覺得洗手很重要, 有些家長我跟我說, 很重要的, 一定要洗手, 因為他不洗手, 就是整潔的衛生, 比如說這些位置, 所以我就鼓勵大家, 其實你第一個時間表, 可以色彩斑硬一點, 讓他或者有些剪剪貼貼, 可以方便他, 可以在過程裡面, 可以剪剪貼貼, 或者畫畫, 這個是小學生, 或者幼稚園的, 但如果你說中學生, 就是大一點的, 你可以寫字的, 是吧? 或者寫什麼活動, 具體有什麼安排, 舉個例子, 例如9點到9點中午, 或者通常上學9點, 8點40分, 比如說你起床7點, 你起碼也寫下做什麼活動, 拆牙等等, 是不是? 然後吃早餐是什麼時候, 多少點, 例如7點, 7點半就上課了, 例如這些, 其實你是訓練過程, 怎樣練得仔細, 怎樣可以, 令到他可以容易去達成, 還要加上, 我們說要檢查一下, 究竟他有沒有真的做得到, 是不是? 如果做得到, 他可以貼一貼, 或者有些貼紙, 是不是? 你這些當作是貼紙, 可以貼一貼下去的, 早上做不做到呢? 下午又做不做到呢? 是不是? 你可以用一些圖案也好, 有些圖案, 你可以等他去知道, 其實今天是多少時間, 早上幾點起床, 吃早餐, 有沒有背到單字, 是不是? 如果做到的, 就給他一個貼紙, 那總體來說, 你想給他多少分, 是不是? 如果有沒有什麼家庭的規矩, 大家一起來遵守的, 不只是一個, 可能其實他看到你玩手機, 我也想玩, 你叫我不要玩, 那不如你也不要玩, 是不是? 少一點玩, 媽媽又可以怎樣做, 兒女又可以怎樣做, 是不是? 有些家規的, 甚至有些獎勵, 如果真的做得到, 我就煮他最喜歡, 現在可能出不去玩, 煮他最喜歡吃的雞翼, 例如這些, 有些位置你可以填下去, 盡量令到他可以, 第一,他要做得到, 第二,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做, 還有很多時候家長經常問我, 為什麼他做不到呢? 是因為, 很多時候是你安給他的時間表, 不是他自己安的, 所以一般我們希望盡量, 還有這個不是現在才來做的, 其實應該由小去做的, 行不行? 如果你小時候沒有這個習慣, 他大過, 怎麼會有呢? 他也不懂得怎樣去寫時間表, 去列回, 先後自序, 哪些是緩急, 輕重, 哪些是先做, 哪些後做的,行不行? 所以我們說, 在整個過程裡面, 如果你很想他強調某些部分的時候, 麻煩你, 那你就多做一些, 譬如說這個是要出門口, 或者要洗手多少秒的, 要溫習功課的, 或者等等的, 那你就特別強調那裡, 那如果他真的做了, 你又是給一些的獎勵, 其實小朋友呢, 容易一些搞, 就是我們說通常用一些的獎勵, 給他, 那他會容易一些, 但是獎勵不一定呢, 要物質上面的獎勵, 是不是? 你可以呢, 就是一個擁抱啊, 一個擋在肩膀啊, 或者給他, 就是主要主要喜歡吃的東西啊, 和他一起玩遊戲啊, 其實我想和大家說, 很多做調解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子女告訴我, 其實他最想就是爸爸媽媽陪他去玩遊戲, 他覺得爸爸媽媽連這個時間都沒有, 其實很可惜的,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有危有機, 其實疫情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大家親子一起去做一些活動的, 那如果, 你可以鼓勵他的, 如果他做到功課, 或者幾點完成到他的功課, 其實你可以和他一起玩這些, 小朋友很喜歡玩這些, 做一些活動, 新手新腳, 做一些眼明手快也好, 搶地也好, 你不要危險啊, 不要緊要, 在你的視線範圍裡面, 其實不要緊要的, 你盡量令到他, 可以在家裡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和遊戲, 亦都作為一個鼓勵, 希望他可以早些完成的功課, 或者如果他完成到他自己定的目標, 因為我看到有些家長都有問我, 有些校友問我, 如果他定立了目標, 他不實踐, 其實很多時候, 你要慢慢令他變成一種習慣, 因為如果你說一天兩天, 他未變成一種習慣, 但是你如果怎樣令他變成習慣, 持之以行呢, 就是他覺得那件事好玩, 或者那件事他覺得是自己的, 還有, 可能有你去和他一起走, 這條路, 所以, 我希望大家第一, 不要放棄了對你子女的信心,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做下條件, 有時候我看到家長就開始說, 死心了, 算了, 我相信他一成就死了, 其實就很可惜了, 是不是? 所以, 希望大家在這個過程裏面, 你多一點的和他一起鼓勵他, 你做好了, 我們一起有些親子的活動時間, 或者有一些大家一起家庭的, 活動, 其實是很好的, 接下來我會播一個片給大家,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別人, 怎樣去做一個玩遊戲的時間, 很短的, 但是很好的, 很棒的, 在家裡, 一天是十月啊, 幾盤是有的暖, 交接的月光千朗, 特別亮, 對白雪很簡單, 像是精緻。 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很簡單, 你喝完的東西放在這裡, 是不是? 他已經很開心了, 跑來跑去, 在旁邊那裡, 但是你, 因為他沒有得出街, 就是之前, 但是你這件事要配合起來, 你可以達成了目標之後, 然後你可以這樣做, 甚至如果有兄弟姊妹, 你看到可以兩個一起跑, 兜跑, 其實這些都是很簡單的工具, 家裡可以做到的, 我們繼續看看。 哈哈 只剩下的好意 只剩下的好意 大家看到嗎? 還可以訓練小孩的肌肉 手部、腳部、肌肉 而且他很喜歡跟你有一個互動 你看到剛剛爸爸 一壓下去的孩子 很喜歡的 就算媽媽現在在這裡 摺著他的腳 大家可以好好參考一下 I wish to go and attend I didn't leave chat I every touch is yo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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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yo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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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 should be rolling Oh just keep me coming for ya 我還是 從前那個少年 沒有一絲絲改變 時間只不過是考驗 存在心中信念絲毫未解 眼前這個少年 大事旅出了長年 面前在路 真是不絕絕 你看到這個也是 可以畫了自己的自畫像 其實這些全部都可以是 我們叫廢物來用的循環 你可以在裡面 原來很多點子 可以令到家裡更加好玩 令到他可以有目標 完成了一些功課 之後就可以跟你一起玩 你一定要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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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角的天邊 忽然的瞬間 在那遙遠的地點 我看見 戀人幸福的光天 靈魂在召喚 唱著古老 陌生熟悉的歌謠 天空 在微笑 我的世界 繽紛閃耀 聽到 HOPE MING MING 他做完后,爸爸妈妈会有个鼓励给他 这个非常重要的 当他完成任务,我们经常用这些字眼的 因为小朋友很喜欢任务 当他们完成任务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拯救世界 如果利用了一个简易的《调解五步曲》 我们说如果有些冲突时,整天都会发生的时候 究竟我怎样令我有一个《调解五步曲》 去处理亲子疫情期间的一些亲子的冲突 以下来我会逐个逐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就觉得在疫情的过程里面 如果我们要处理一些冲突的时候 可能我们也要知己知彼 什么意思呢? 我们也要知道自己面对冲突的时候 自己的惯常模式和对方也是 究竟它是什么模式呢? 我看到刚才有个女儿想跟我玩 一去到功课 然后她就选择躺平了 我们也要看看 如果面对着他功课的情况 可能大家有冲突 究竟有什么模式呢? 希望可以解答一下Erin 有个小小的情况 首先,究竟她自己是什么性格呢? 你要知己知彼 例如你是追人的 如果当她不合你的心意 或者你的方向的时候 你会很焦虑不安 你会很喜欢讲自己的感受 很多妈妈都是这种的 她会讲很多,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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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但是可能对方就会觉得很烦 或者慢慢会避开她 可能会躺平的 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种 就是我们说处理冲突的一种模式 那另外一种,第二种就是 究竟会不会强调 可能是我对,你错的 常常都说你错啊 你这样不对的 我现在是为你好而已 要不然你听黑衣的了 将来你考不了好大学 你没有东西做的了 例如你很想去改变对方的观点 你觉得自己是对的 我不想她的路走歪了 或者我想她的路走得比较好些 但是对方很有趣 对方就不服气 他觉得你自己想而已 不代表我想 你的路不代表是我的 我也可以走我自己的路 我不觉得是差的 为什么你不让我自己走呢 试试呢 为什么你一定要觉得你那个是对的呢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位置 她会还击的 她会说的 她会不服气的 这是她面对跟你之间的冲突的时候 她的回应方法 第三个 通常有些位置会冷淡疏远 就是说你出来 我已经不想再跟你说了 你进房我就出厅 你出厅我就进房 我不想再跟你再沟通了 而对方就觉得自己很没人 被人拒绝 也都觉得很沮丧 这个就是第三种的 我们要留意一下 我们本身和子女之间的亲自沟通 是不是这些呢 好了 第四 如果有一些位置 一方可能做得很多的 然后你很心急给意见 会插手去干预她 是的 我觉得有些事情 我知道这些事情 是对你最好的 我那个方法是比你那个的 是的 做得很多 为对方 但可能你其实不是 就是对她来说 她觉得没有了自己 第二 她都不喜欢这种的态度 或者她想放弃 不想跟你去沟通 或者去接触的 所以你都要知己知彼 了解一下这四种 究竟现在的亲子状况 比如说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不一定是亲子状况 你见到 其实任何一种关系都是 是不是 究竟是哪一种呢 你在冲突里面 我们说 这么多种里面 最惨的就是疏缘冷淡 你至少问一下家长 你骂一下我也好 你跟我沟通一下 你不理我 这个陈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人在同屋时骂你 你当我透明的 不理我 是不是 有儿子等于没有儿子 有爸爸妈妈等于没有爸爸妈妈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 我们说 如果有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 那怎么做呢 我们说调解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第一 你都会想维持大家的关系 如果你不想维持大家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你基本上是没有 你做不到调解也都不会成功 是不是 因为太难 现在很多冲突的时候 那我们说 通常我们觉得有两个层次 就是如果在家庭 或者亲子调解里面 shall we talk 就是我们究竟怎么谈呢 我们愿不愿意去谈呢 或者怎么样去谈呢 是不是 那怎么去谈呢 当然一会会讲调解 但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大家会不会谈 shall we talk 我们可不可以开战一个 谈的一个步骤呢 但是很多时候 一谈的步骤 就火星撞地球 一谈呢 就腰弱 可能去谈的时候 已经在撞地球了 是不是 那一撞的时候 对方又不想跟你再谈了 那以至到大家 就是 劳力互惠 那些位置 大家哇 好像火星撞地球那样 很不开心 那么 以至到呢 慢慢呢 又回到前面的交着位 寧愿不谈了 冷淡更好 好过呢 太生气 大家呢 没什么谈 那么 我自己呢 就分享回呢 其实我觉得做调解之前 的心态很重要 你 我自己觉得 connection before solution 什么意思呢 你首先 大家都要想到 喂 我很想跟他有个连结 我想继续跟他有个关系 你不想继续有个关系 其实你基本上 你调解不了的 和不同意 所以呢 你第一步 你一定要有个信心 你记得我刚才也经常说 我们做调解的过程呢 其实呢 有时候都会沮丧的 是不是 每个家庭都跟你 都会沮与不开心的事 等等的事 但是呢 你一定要有个信念呢 这个家庭呢 你可以 就是有一些位 你可以 人家看不到个盲点 可能你看到 因为你做得多调解的个案 你可以帮到他 你都给个希望 他们呢 可以connect自己 两个双方 当你可以connect的时候呢 其实呢 你就可以呢 大家跟着之后呢 慢慢呢 可以处理到大家的关系了 所以呢 这个心态上面 我自己觉得呢 或者这个信念上面 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我们自己都算了 都不赢的了 打不了的了 或者这些位置 大家都是 就是这些位置 大家放弃啦 没用的啦 这些爸爸一说 就在那里折住了 没用的啦 那你怎么谈下去呢 那你要带领呢 就是我们做调解的 我们会带领个客人 就是带领那个亲子 他看回那件事 就是跳回那个框框出去 就是你不要在局外 局内人就很生气那样东西 但是当你抽身去第三者的时候呢 其实呢 你就会觉得这件事呢 其实又不是真的想像中那么差啦 他呀 是的 可能呢你觉得很差的东西 人家觉得原来 跳出去框框 原来这个是一个创意来的 是吧 所以我们呢 一定要看到呢 有时候很有趣 不要只是看到呢 我也强调 只是看到个子女呢 那些生气啊 或者不好的行为啊 發生气啊 其实更重要呢 麻烦我们也看一下自己 有没有一些的冰山 有没有一些的 就是一些歪念呢 常常觉得呢 我们看的东西 以为就是真的 其实不是的 是的 我们一定要理解到 就是她的圆外之音 其实好 子女呢 其实都是 通常呢 你要爱的孩子呢 其实她通常用这些最不可爱的方式呢 去找你的 表达爱的 那所以呢 我们呢 必须要知道回 我们的子女 其实呢 做调解的时候 或者你自己 因为你不是经常都有个调解员在的嘛 那假设你现在要自己自救了 那你也要呢 麻烦第一步 停一停先 停一停的意思是什么呢 冷静了自己 深呼吸 喝水 喂 你说 喂 喂 妈妈不知道吗 妈妈是女人吗 是的 不过呢 所以这一步呢 我自己觉得 在我臨床经验里面 我觉得是最难的 因为呢 往往你自己 有一个很 很紧的状态 很爆发火山的 臨界点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要停下来呢 这一下呢 其实呢 好比就是 我们说十个level 最难的level 但是我们说呢 越难呢 越要自己呢 要知道这一步呢 是相当之重要的 因为呢 你一停了的时候呢 其实呢 你冷静了自己呢 你就会知道呢 原来这个位呢 我要回到一个理智的状态 那为什么要冷静自己呢 是不是呢 因为呢 你要想想想 如果当我继续骂对方 或者当我继续呢 失控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令到关系呢 不会有改善 只会呢 越来越 就是僵局 甚至乎呢 他大概呢 会自己离家出走啦 就是你会想这些的 当你想了这些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你现在做这一步 是非常之重要啦 你要想到的后果 将来有什么的情况發生 好像我之前呢 做调解的时候呢 有个小孩跟我说 他会骂咯 我将来带国送他去老人院呢 嘩 眼睛都凹了 好惨喔 我爸爸妈妈眼泪水都飙了 是不是 就是很不开心 但是呢 有时候有些时候呢 他说的而已 那我们呢 那一刻要冷静 大家一起去分析回这件事 所以呢 我们第一步 他虽然说了这一句的时候 我们不要这么快有情绪先 有时的家长经常问我 很有趣的 他说梁姑娘 喂 我为什么要让他啊 我明明是我 明明是爸爸妈妈 他应该听我话啊 为什么我要听他说话呢 为什么我要停呢 不是他停呢 那我就经常都会反问回 爸爸妈妈 他多少岁 你多少岁 是不是 通常呢 你不要看他那么 嘴啾啾啦 是不是 那其实他也是十多岁人仔 最多 那他分的是非黑白 其实他还是很片面 或者他还是很情感上面 或者情绪呢 去支配他自己 那个理性会更多一点的 所以呢 但是我们假设一般大人成人 他本身的控制能力啊 指控啊 应该都比较高一点 那我们就会鼓励他 不如你冷静自己 好像我刚才那样想 你要脑海里面呢 幻想着一样东西 如果我继续罵下去 或者我继续呢 大家叉下去呢 有什么情况会发生 那令到自己呢 麻烦你 退回到理智的路线里面 是的 那这两个情绪温度计 我们经常都会分享给子女 和家长也知道的 你要想一下自己呢 要评估自己 当你很生气的时候 究竟我去到 臨界点哪个位置呢 在情绪的温度计里面 究竟我是一 二 肯定不会一 我现在情绪很好呢 继续保持住 但是呢 如果有些沮丧的时候呢 那第二个 是不是有些挫折啊 不耐烦 你鼓励自己就没事了 但是如果去到第三了 可能呢 有些烦烟啊 不开心啊 可能你需要离开一下 去令到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才换回心情回来 但是呢 第四、第五要小心了 当你去到呢 如果大家一起沟通的时候 去到第四、第五个位呢 那你就要留意一下 会不会有失控的情况啊 例如呢 说话很大声 开始高八度啦 还有手心出汗啦 面红赤热啦 身体向前傾啦 手握拳头啦 是不是呢 一切一切都告诉你 你还要有一个作战的状态 好像变成一个 超级沙拉人那样 那我们这个位呢 麻烦 在第四、第五个位呢 就好像刚才那样说了 麻烦你先停一停 你要令到自己深呼吸 令到自己去 臨界点了 开始 知道呢 如果再继续下去呢 就會爆了 那可能你会失控的 不是你而已 可能其实对方都会 所以必须要等自己知道 情绪温度的去到哪里 那当然这个是参考来的 就是有些可能是用一百度去做啦 有些呢 可以用风雷雨电都可以的 其实没所谓的 我们都可以用在里面的 那 停在这儿之后 要做些什么呢 麻烦你 放下 这两个字呢 真是很棒的 放下 也是最难的 放下些什么呢 麻烦你 如果亲子的话 就是说爸爸妈妈的话 因为这里很多都是爸爸妈妈 那我就不说子女 子女 我就说另外一些东西了 那爸爸妈妈 麻烦你放下 你那些所谓的 你想为他好的 一些冲动 我想提醒他 我不想他走歪路 我想他好 这些想法 麻烦你暂时放下 你现在这一刻呢 需要冷静 可以吗 那我们通常就会跟他说 麻烦你呢 就试下 有哪些位置 令到你可以放下 又或者 因为这个呢 是 簡易调节目標 是你自己在跟自己的调解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你嘛 所以那一刻呢 麻烦你跟自己深呼吸 令到自己不要生气 是啊 冷静下来 听下音乐 顺音乐都可以的 闭上眼睛 那当然如果你有需要 你会打给一些朋友 但有时候你也会选择的 有些朋友越打你就越生气 打过去呢 有一次家长也跟我说 打过去跟着他就说 你以为只有你吗 我会更惨 你看我的弟弟比你更差 说完之后好像很没人 比我更差 总之不说 所以我们说 都要找人 找对人去说 都非常重要的 与此同时 我们说 令到我们自己都要 其实这些深呼吸 闭上眼睛 令到自己放下 不要太生气 当我们不要太生气 当我们不要太生气 我们的子女都会感受到的 当他感受到的时候 他知道你冷静了 他会愿意跟你去谈 然后下去第二步 第二步呢 听一听 刚才第一步是停 停是对自己的 就是停一停 是不是 停自己的心目 停自己的情绪 就是停一停 然后再到我们去听 听是听别人的 听什么呢 听字 你看到有精髓 有耳朵 有耳朵 有心 还有木字 倒转了 四字体 其实是木字 那这个位置 其实都会很想 我们说在积极聆听里面 除了你眼度 耳度 還要是心度 缺一不可 要不然 那只不过是普通的聆听 就不是积极聆听了 因为你一定要有个心 不是普通的 我画个心出来 不是 是同理心 就是说你等对方 知道自己一些感受 令到他 你会理解到 原来你是明白他的 这个很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的子女 我经常做调解过 我觉得很惨的 子女经常说 家长不明白他 但是家长觉得自己明白他 所以这些 就是令到大家 要反思 自己会不会 有些地方是我的单向性 以为我理解他 或者我有听他说话 但其实原来不是 好 那这个我们说是一个 相向的沟通 如果大家可以打到的 都可以打得 我们简单去说一下 都可以打得的 我们简单去说一下 我们说相向的沟通 不是相向的沟通 不是单向的 就是说你去做什么 你去做什么 你去做什么 明明式等等 而是 在过程中 你听到他的 原来之音之后 你陪他去说话 或者你说 不如我们一起聊聊天 我愿意去听 这个很重要的 我很想大家 这句字眼都是 因为你有些时候 其实我们的嘴里 是需要我们聆听 那我们试下说这句话 例如下面有些字句 你冷静点 可能他对我们说的 不要紧 但是冷静点 背后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冷静点的意思 就是说 其实我很想跟你 平心静气去谈谈 是不是 谈谈里面的情况 或者谈谈里面 可不可以有些地方 可以大家一起去处理的 是的 另外 不要哭 是的 这些字眼我们通常 我们说 嘩 盡量 如果你听到别人说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不会说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不要哭 其实他觉得你不明白他 因为他哭 是因为他很伤心 人不伤心就不流眼泪 是不是 所以那一刻 其实他很想 你跟他说 有什么事情 你哭了出来 我在这里陪你 可以吗 其实就是这样 你陪他就可以了 好 第三个 不开心 我很不开心 不是 不要不开心 sorry 不要不开心 你在他听到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为什么不要不开心 那我就是不开心 不开心不行 是不是 那其实呢 如果你相向沟通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不开心的时候 你可以问他 我留意到你好像有些不开心 发生了什么事 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 我愿意听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 是的 那到第四个了 不要这么大力 假扮门 是不是 可能是这样 假扮了门 不要这么大力 你可以去说 其实呢 你的意思是否就是说 其实你很想大家 有些平心正气去处理这件事 但是呢 你暂时找不到方法 所以你先假扮了门 是不是 其实就是这样 可能是同一件事 但是你用了不同的方法去说 好 我又问问大家 如果有些朋友 你可以试试回答 如果不要大叫 如果我想用一个积极凌庆的技巧 好像我刚才都示范了一些 那可以怎样说 会好些呢 因为不好意思 Zoom有没有得说 就是问问题 我们的webinar 我都很想尽量多点互动 免得自己多说 我希望大家如果你有 但是我相信 透过大家这样去 就是你 你写过 或者你讲过 你会容易些去说出来的 或者理解这个课题的 哦 不要大叫 那可以呢 怎样说呢 会好些呢 不要大叫 是的 不要大叫 有没有呢 有没有朋友仔知道呢 有没有校友 是的 是的 那不要大叫 我们说呢 有 太好了 我先看一下 是的 慢慢说 是的 是的 可以是的 你慢慢说 不要急 我在这儿听 是不是 都可以的 其实呢 背后呢 就是让他知道 你其实在那儿听他说话 愿意去说 是不是 那你放心 我在那儿听 那慢慢呢 把这件事 变成了一个习惯 成为你家庭里面的习惯 那你的关系 不会那么差的 是的 你一定 你有些时候 我经常问 那些爸爸妈妈 他经常说很差 那源头在哪儿呢 是不是 那很多时候 他都告诉我 其实小时候他很好 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 就这样了 是不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就要想 究竟什么时候呢 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一定要追寻到底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 其实他都不记得的 很多时候我见 子女都不记得 是慢慢 问下问下 在调解的过程里面 才知道 原来追溯回 原来可能是 很小时候之前的事 发生了一件事 那你就可能有些说话 说了出来 那他记住了 那然后呢 令到他 引致到今天的局面 那希望呢 我们说呢 在这些位呢 其实如果你 用放心去说 然后大家去听的时候 慢慢将这一份爱 或者这个心 变成一个习惯 是的 好 看一下先 哇好好好 多谢你们啊 让我看一下 安静点 是吧 刚才那个来的 是不是呢 可以细声点 是不是 是的 不要大叫 你可以安静点 是的 细声点 好啊 我自己觉得 你可以细声点 安静点 你都要看一下 细声的 那通常呢 我们都会 因为呢 我们的精髓呢 相向沟通的精神呢 就是说 最好呢 不要让他感觉到 你都是在叫他 是的 就是在说他 那我们通常呢 可以呢 是在告诉他 就是说 喂 喂 你大叫是不是有些什么 你叫是不是有什么叫我啊 或者有些什么事啊 是啊 或者你说 你这个情况啊 你是不是有些位置 你想我帮忙啊 等等 可能我会转移他多一点的 好过说呢 喂 安静点 因为很有趣的 他通常叫他这些呢 他就越不安静了 你叫他不要跑 他是越跑的 有没有留意到 如果叫他不要哭 是的 你叫他不要哭 他越哭得更大声 那通常呢 待会我们会说的 我们会给他缓冲区 其实就是停一停 不只是你去停的 其实他都需要停的 当他不停哭的时候呢 你可以和他划分 学校都会的 有一个冷静区 在这里等一等 如果没有一个冷静区 好像很压突的时候呢 你就等他 你等他自己在那里喊 或者哭 然后呢 你看着那个钟 可能十分钟左右 然后呢 你等他平静了 哭完了 然后你才和他再溝通 会好些的 是的 好 那我又跟回刚才说 是啊 说到做完功课 和他玩他躺平 如果他一做功课的时候 然后呢 跟着呢 先来躺平 是吧 那待会我们也会说 这个部分的 好啊 那我留在后面那里 好 那这些位置 好 这个呢 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话语 这个话语 怎么为止同理心呢 其实呢 你真的复述对方的感受 就是你理解他的感受 你不需要加自己的见解 是的 那你呢 只需要说 你觉得这样子 哦 因为那件事 是不是啊 行不行 你记住这一句就行了 万事万灵 即是当你不用 一定要解决他的问题 哦 你不合格 那你要補习了哦 那可能呢 你觉得呢 很不开心 因为呢 其实你对自己也有要求的 你想的成绩好些 是不是 同一句的 但是呢 可能呢 这个反应呢 就是相差毫里 所以呢 那所以呢 你可以呢 抹下这些字眼 你觉得这样子 呢 因为 好啊 多谢你啊 好啊 例如 这个情景 如果他不想戴口罩 是不是 好热啊 不想戴口罩啊 那 接着呢 已经想生气了 其实你想骂他了 但是呢 其实呢 你要想想 其实呢 他为什么不想戴口罩呢 是不是 停一停 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说的 停一停 那然后呢 你听一听 其实他因为觉得很热 是不是 他不想戴口罩 因为会濕透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如果呢 你可以呢 如果用回我们说 用心 就是積極聆听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去说 你觉得很 就是 很热啦 是的 或者你很不舒服 因为呢 大二天使要戴着口罩 是不是啊 是不是 就是这样了 好 以下来又问下 大家 有些互动 喂 以下这四个呢 你觉得呢 大家可以打一二三四 你觉得哪个是 刚才我们学了的 啊 同理心的回应 哎 不能出街玩 好悶啊 是啊 第二个 我早就提醒了你呢 在结束之前 要做好个项目 你现在知道结果了 好 第三个 如果你有阿哥一般 就好了 我就安乐了 懂得解决些问题 好 你觉得呢 整天困住在家里呢 你觉得很辛苦 又担心自己中招 是不是啊 好 大家觉得哪一个呢 是有同理心的一个回应呢 是 四了 大家掌握到了 是不是 其实很简单 你呢 只需要重复重复去演练 你觉得那个感觉 你觉得那个感觉 因为那件事 你已经很有同理心的了 就是反映到那件事 那呢 通常呢 你都不会令到那个冲突呢 会降温 是啊 我们其实做条线也是一样 我们要令到那个冲突呢 降温 好 继续来咯 如果假设 刚才呢 好像刚才PBR问 哎 他不停地发脾气 那怎么办呢 是啊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怎么可以冷静倒下来呢 是啊 我们说有时候很有趣的 冷静的时间呢 就需要时间可长可短的 那就是因人而异 那所以呢 我们说呢 都需要控制自己的反应 其实你最重要呢 记不记得我刚才经常提醒大家 停一停 你不停的话呢 那小朋友都不会会停的 他只会大喊大叫 和你做同一样的反应 那所以呢 当他停了一点的时候 可能你也要欣赏他 起码他停了 或者他肯去学习 或者肯去舒缓自己的情绪 你一定要有个冷静区都可以的 是的 我刚才说的 因为这个冷静 每个人都不同的 可长可短的 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 我们说最重要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知道他有尝试过去冷静 是不是 那到第三步了 说一说 是的 说一说是什么意思呢 说一说用心去表达自己 和回应对方一些感受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 我们用iMessage的 就是我信息的 那我信息呢 另外一个对相反呢 就当然是你信息啦 那我们说呢 其实呢 差一点就 结果呢 就差之后来了 又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停一停 然后呢 然后呢 听一听 那听完之后 其实你当然想说回自己的感受啊 那但是呢 当你说一说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骂对方 用了你信息的时候呢 那就惨了 全部全均覆没了 变成了呢 有机会不成功了 因为呢 对方觉得你在骂他 原来呢 YouMessage 即是你信息呢 就很容易令人觉得 你是骂他 你冤枉我 我都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 就是怎么样啊 通常呢 你会加上手指指啦 指摘啦 还有呢 你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有点高八度 高一点的 高一点的 那呢 令到对方呢 觉得呢 没那么舒服的 那相反啦 iMessage的时候呢 通常呢 你就会表达回你自己的感受 我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呢 我都想说回我自己的看法 没模范性的 你看通常都是这样说的嘛 就是爸爸妈妈 或者你说回他们听 我想跟你说回我自己的感受 是的 其实呢 我对于你刚才 就是说 就是做功课啊 或者就是 就是 整天 由早上打起来打起来 其实我很担心 是不是 我很不开心 因为呢 我不知道你的功课 可以怎样做 或者你的成绩 我担心你的成绩搞不定 是不是 你看到I feel 我觉得怎样 因为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什么的行为 你做了出来 我会这样呢 它曾经是什么时候发生过呢 我现在想你怎么去做呢 那期望是怎样呢 你跟着这个步骤呢 去做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会容易些 具体的预法就是什么呢 当你有某些行为 或者某些说话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怎样呢 因为什么的原因 所以我期望是怎样 可以吗 我们呢 在做调解的时候呢 我们 就是 都会有时候 就是 都 当然我们不会说 很直接教对方 I message 我们通常都鼓励他 问问题的时候呢 他说回这个I message 但是当你自救嘛 这个简易调解五部曲的时候 那你就想回这些字句了 啊 其实呢 当小明呢 你说我 我不想你做我妈 我很恨你 这个说话的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非常难受 我觉得很不开心 因为呢 其实我自问我自己都尽力 去做爸爸妈妈的责任 我都尽心尽力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 你不愿意跟我沟通 或者你只是打机 其实我都很希望呢 你可以呢 每天呢 花回两个钟头 或者三个钟头 你去做功课 或者温书 希望呢 将来呢 成绩都是你的 希望呢 可以你自己找到你自己的出路 可以吗 例如是这样 你起码呢 你都给他知道呢 当什么什么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怎么怎么怎么 因为什么什么 所以我期望什么什么 可以吗 这些参考的句式来的 好 那么 又有例子了 那方面大家容易一些 如果说呢 子女说 我好想出街玩 那你呢 整个月没见 一手抱下去了 但是呢 你很担心这些疫情 哇 会不会惹到的 原本想骂他了 又先冷静一下 停一停 然后呢 你就要听一听 听一听 想些什么呢 哎 其实呢 他真的很想 小朋友很想 见到那些朋友 所以他开心的表现呢 大家就黏在一起 所以呢 你跟他一起去谈的时候呢 麻烦 我们呢 其实我都很 当你看到你的朋友的时候呢 我都觉得很开心 因为呢 其实你都很久没有见你的朋友 但是呢 我期望呢 你们都关注回呢 你们那个卫生 或者那个疫情 那不如呢 除了抱大家拥抱之外呢 我自己都希望你呢 可以譬如说 碰一下手肘 大家说个hi 或者大家high five 是啊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注意卫生 好不好啊 例如是这样 那你比呢 其实呢 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你就一定要他做些什么 而是呢 你在表达着 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而希望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你有什么的改善 大家一起有个改善 那这个呢 就是希望可以给到个点子给大家 这个呢 又是有个互动 希望大家可以写一下 打一下个号码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我讯息的表达方法 你偷偷你出去见朋友 又告诉我你没有 你问我以后怎么做 我相信你呢 是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你最好呢 寄回个讯息给朋友 让他知道你 想念他 好第三 当我 当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又看着我的手机 我觉得你不尊重我的 那我希望你可以有个改变 好 第四个 我觉得你今天谈 project 的时候都心不在言 你发生了什么事啊 那究竟哪个是iMessage呢 是的 是的 好 我看到大家都说得很好 是三 是的 就是 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是不是 那我就觉得 怎样怎样 那因为什么什么 那希望呢 有些什么什么的改变 好吗 掌握到 大家都很聪明 很好 是的 那我们说到第四步了 其实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调解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会鼓励大家 想一想 记不记得刚才 停一停 接着我们又听一听 接着我们要表达 讲一讲 接着我们再讲完之后 我们要想出路 究竟行不行 是不是 我们要反思不同的方法 究竟哪些好 哪些不好 所以我们一起去 去讲回 在领域上面 我们要尊重大家 希望大家有个舒服的位置 好 那包括什么呢 其实我们会分配那些时间 是的 做一些约定 例如有些不同的任务 大家一起谈的 或者一些社交距离 大家一起想一些方法 看看可以怎么做 好 到第五步了 动一动 希望选择一些合适的时间 是的 希望有个检讨位 那我们呢 目标其实也是的 希望有一个理性的思考 那我们可以理性去解决问题 是的 所以呢 可以 我们说呢 其实大家一起 分享一个经历 那一般而言 其实大家都喜欢 讲回自己 实践有什么地方 希望可以怎么去选择的 好 那最后的部分 我们说抗疫 怎么去 其实是一个逆境 就是利益 那所以呢 其实不是一定不好的 其实 都是 当中可以是一件好的事 最重要 我们说呢 不要说太忙碌 去收那么多的资讯 令自己不安 是的 也尊重子女 回到初心 究竟你做爸爸妈妈的初心 是什么 是的 这些不说了 我觉得疫情有些反思 这个特别送给大家 我们说一二三四 不是什么来的呢 原来呢 留下一些自己 或者子女的喘息的空间 用一个 grinding exercise 去练习 什么意思呢 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 包括 看YouTube 看短片 吃雪糕 用两种你想闻到的一些味道 饭香 汽水 也可以 水果 香气 用三种你听到的声音 可以是小鸟声 电视声 吵吵的车声 也可以 用四件身体可以触摸到的东西 包括头发 鼻子 桌子 椅子 等等 最后五个 用五件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 可以看着天花板 可以电脑 可以是水杯 可以是玩具 可以吗 另外呢 希望自己在角落里面 在房间里面 可以有一个平和的位置 可以去处理到自己的情绪 但是呢 如果真的 喂 持续情绪都很紧张 很压力 两个星期以上的话 麻烦你找注意人士去帮忙 好 那以下来 麻烦大家了 我想大家都试一下 有个menti.com 大家试一试一下 可不可以麻烦 通常员 可不可以订一订 这个 我们这个 你打这个网址 可以按进去的 menti.com MENTI MENTI 是的 那我们一起呢 我们一起 看一看 可以进去这个代号 6360 6676 大家看到的 都看到的 6360 6676 可以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进来 看看能不能 可以 试一下 Mendy.com 是的 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 你疫情过后呢 最想和家人一起做的是什么呢 可不可以和我们一起说一下呢 看看能不能 大家试一试一下 6360 6676 是的 你进一入呢 这个 www.menti.com 试一试一下 我们进去 接着呢 打个代号 就是6360 6676 那你就会立刻看到 是的 去旅行又可以 是的 你寫给我 让我互动一点 让我看到你们 去旅行还有什么 你想和家人一起做些什么活动呢 疫情完了之后 出街吃饭去旅行 喝茶 是不是 哇 我都很想 是的 是的 还有没有呢 好 一家人去旅行 是的 真的很多呢 我去港親堂 都是说去旅行的 是的 一家人去旅行 出街吃饭 是的 去澳門玩 很棒 是的 出去走 去外出吃饭 是的 好啊 大家可以多说一些 好啊 那我们多给10秒 10 9 8 7 6 5 5 4 3 2 1 好 一起吃饭 好啊 勾游 真的好啊 是的 很多都是去旅行的 大家都是去旅行的 是的 喝茶 是的 一家人 其實齊齊整整都好了 是不是 去旅行 好 那跟着呢 最後了 多謝大家 一家人一起吃饭 還有一條 我找一找 我想大家一起 最後了 下一條 先 好 如果 另外一個 為什麼沒有了 下一條 好 再移一移動 好 一起吃飯 是不是 好 到下一條 好 麻煩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今次我們親自調解工作坊 你學到的東西 越多越好都不要緊 你學到什麼 你可以打出來 讓我又知道一下 學到什麼 令你最印象深刻的 或者你最想的 然後呢 然後我就 你打的同事呢 我就 停一停 是不是 我看到剛才有問問題的 就問回 說 怎樣分別 對了 小朋友 是不是 Eric 會問我問題還是怎樣 Hello Hello 師兄 有什麼問題 會問回 是不是 OK 好 那就好多謝Fish的精彩分享 那報名那個時候 我們請大家 留在自己在疫情之下 遇到的親子問題 那我們就會請Fish幫忙 就解答一些的 那如果大家 除此以外 還有一些臨場的問題 想請教Fish呢 都可以在下面那個 Zoom那裡 看到有個Q&A那個box 你把你的問題打進去呢 那我們都請Fish 繼續再解答 好 不好意思 我先停一停 我以為會問一些問題 因為有一個問題 我很快 我回覆了你 跟著你 你又再說 不好意思 我看見Fish 那裡有問 如何分辨 小朋友是說原因 和只是藉口 是不是 其實呢 以我臨床經驗裡面 我自己覺得 第一 我通常都會問回 例如我估計一下 後友 問回我這個問題 應該是可能 她說自己沒有做 可能有些功課 或者有些遊戲時間 可能有些時候 你覺得她是在說謊 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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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時候 第一 我不會去判斷她 暫時 我會相信她 說真話 但我要讓她知道 你這個說真話 其實是基於一個信任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了這種信任 將來父母就很難去信任大家 所以希望她在過程中 去珍惜大家的信任 我通常會建議大家 可以和我們的子女指導他們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去信任大家 基於一個大家互相尊重 所以希望如果她有 要加具 如果她有困難的話 要跟我們發聲 因為我們爸爸媽媽 永遠是你的後盾 是不是 那這些位置 那你希望盡量 說了這些話的時候 讓她去說 或者去解釋 究竟她自己是什麼原因 坦白 還是怎麼樣 好嗎? 麻煩你 Eric 師兄 不好意思 好 我們其實搜集了幾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就是 有位提問 我的小朋友十歲 那上網課那時候不專心 那上課那時候 又會上網再看其他人打機 那些 基本上是一些攻略的YouTube 那於是家長就會覺得小朋友太沉迷電子產品了 那小朋友又覺得不是 那提醒她那時候呢 那小朋友覺得很煩 那於是就衝突了 那有時候就好了 那我們就制定了一些目標 一起做 那小朋友做了兩天 又再堅持不了 怎麼算好呢? 那我自己覺得呢 那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如果她呢 做了一兩天 然後呢 又堅持不了 那我們有時候呢 記不記得我剛才說 她堅持的原因 或者呢 就是她究竟 她的期望是什麼 因為呢 有很多時候呢 譬如說 定一些時間表 是我們幫她定的 那究竟是不是她自己定的目標呢? 究竟她的期望又是什麼呢? 還有在談過程裡面 是不是大家相互呢? 去一齊定出來 那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呢 都是首要來說呢 穩定了自己的情緒 還有呢 也都在過程裡面呢 和她 你看我剛才也播了一些片的 我很想大家呢 看看 喂 原來呢 你完成了一個任務之後呢 其實你會很開心的 那又呢 大家一起呢 爸爸媽媽媽 或者一起呢 會做一些活動啊 還有你自己都會很開心呢 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那希望呢 將她那個目標呢 可以延遲下去 就是可以堅持到 因為呢 唯有是她自己覺得 是她自己的事情呢 她才會堅持到的 而不是你安給她的 那這個呢 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提醒一下 謝謝 謝謝阿菱 有第二個問題 那 怎樣可以處理到兄弟姊妹之間 令到他們和平相處呢? 那如果譬如有兩個人發生 矛盾了 有爭執了 那做家長 怎樣介入好呢? 好啊 多謝 就是我發問的 校友 還有Erik先生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們平時做的 整天都做這些 就是 兩兄弟姊妹啊 這些 大家互相 整天有爭吊這些位置 那我們在平息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有些技巧的 第一 爸爸媽媽 你不要急著要主持公道 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等個小朋友自己去試一下 去解決個衝突位先 或者他爭吊在哪裏 那麼 女士的過程呢 你去觀察先 是的 觀察完之後呢 就避免 你不要說大的 就要讓小的 我們經常都聽到這些 你是大的 好心你讓小的 那就令到大的人很生氣 或者不喜歡小的 那也都提示大家 可能分開 聽完他們說了 分開去理解一下 究竟他們剛才爭吊在哪裏 或者溝通位在哪裏 可以出盡回 下次不會再這樣發生 通常呢 我們都會幫他修補的關係 包括什麼 可能大家互相去說 譬如說 A這個位可能有些錯的 B這個位有些錯的 大家互相都要說對不起給對方 那讓大家都知道 兩個哪些位 大家又做得不對的地方 從而可以修補大家的關係 那這個是我給大家的提示 平時做條件都是這樣的 挺好的 那家長又提出第三個問題 那他work from home 同時又要照顧小朋友 那小朋友有時候是會 沒有辦法集中精神學習 好了 那又要搞定自己的工作 然後跟著控制 跟小朋友說話那時候 自然那個耐性就低了一點 那於是小朋友就受到影響了 那怎樣可以有辦法 能夠一開始就控制好自己的情緒呢 那就是調解五部曲了 剛才我們也有說 你記得第一 先停一停 真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停了自己 你要想回 我們有時候你停三十秒也好 三十秒不要說話 然後看一看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是花草樹木也好等等 讓自己平靜下來 喝水什麼都好 另外我們說 就了解你生氣的原因 或者為何那個位的情緒 你生氣的原因 或者你生氣的原因 之後你要想回 如果我衝動了 或者有些時候打了他 罵了他 有什麼後果會發生 那當你想了這四樣東西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你就會停一停了自己多些 因為你看 我剛才也說 你要善用什麼 溫度計 是不是 另外想回 我們剛才說的五個 我調解五個策略 停一停 聽一聽 是不是 然後說一說 想一想 和動一動 這幾樣東西的時候 我們說你就會容易些 去處理到 我們說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或者不知怎樣去配合 那當有這些情況發生的時候 你一冷靜了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之後就可以迎人而解 也可以和你的子女 一個好一點的溝通 他也覺得你尊重他 其實很重要的 當你冷靜了 大家可以一起溝通的時候 其實你又會反思 他也會反思 他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 很多時候 子女都是因為爸爸媽媽 而更加有動力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也都好像我剛才說的 有一個希望 我們教養小朋友 其實都是一個希望 來的 希望可以在過程裡面 可以幫到大家 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得益的 在教養的路上面 還有最後一條問題 不好意思 多坐一分鐘 有一位家長就問 管教小朋友之餘 怎樣可以照顧另一半的情緒呢? 很好啊 因為我們平時做調教過程裡面 多或少都會涉及到另一半的 我自己做 因為有時候都會做離婚的個案 或者等等 大家要留意 很多時候 因為大家經常很關注著子女 尤其是女士 關注了子女 而忽略了另一半 我自己 在我臨床經驗裡面 我都會經常提醒大家 你有一些位置一定要感恩對方 可以嗎? 另外 剛才你說照顧對方 是不是?我沒有聽錯 是不是? 我們說照顧對方 包括心理 心理 是不是? 的需要 有些位置 我們最重要 都有空間 有些空間 不僅是子女 有時候都給大家一些空間 就是兩夫妻 自己有自己的時間 還有多些感恩 例如你看我現在都展示出來 有些感恩的事件 你感恩對方 你要回想一下你多久 感恩你另外一半 是不是? 你多些有一個感恩的心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 你無論在子女關係 夫婦關係 任何關係裡面 你會變得好的 因為大家都喜歡跟你在一起 還有你的子女 都覺得你已經不同了 一個正面的爸爸媽媽了 真的很多謝Fish的分享 我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希望大家也有所得著 最後再次多謝Fish 還有多謝大家的參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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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